好那么下面咱们再来说一说 就是说再举个例子吧 就是说一个32x32x3的 然后呢咱们现在有一个5x5的filter 它现在咱们选了10个filter 就是说10个filter每个filter大小都是一样的 这也需要注意点 就是说咱们现在选了10个filter 这10个filter它的一个size 就是说它的h和w是要完全一致的 不能说你这个filter1它是一个5x5大小的 filter2它是一个3x3大小的 这一点是不行的 咱们需要保证这个filter它大小都是一致的 那么现在呢咱们是42等于1π等于2 咱们怎么算 先是32再加上一个2x2 2x2就是说2乘上这个π的大小 再减去一个filtersize再除上1再加上1 咱们最终是不是得到了一个32啊 也就是说最终结果是一个32x32的 然后呢深度是什么 深度就等于你filter的个数吧 这里咱们用10个filter来帮咱们进行一个卷积的操作 所以说呢最终啊咱们就得到了10个特程图 所以说咱们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32x32x10的 好那么咱们现在啊就是说吧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一个基本的计算的流程 那么下面啊咱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需要给大家讲 咱们之前啊先来 咱们先拿这个神经网络来说吧 咱们之前说的神经网络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啊 是一个全连接的结构吧 假设说咱们第一层有三个神经元 第二层呢有四个神经元 那么这个神经元啊是不是说第一个神经元 哎就是说第二层啊 这个用一个L1 这个用一个L2来表示吧 每一个神经元和每一个神经元之间啊 是不是都是一个全连接的操作啊 我们看 每一个神经元都跟它前一层所有的神经元都连在一起了吧 也就是说呢咱们经典的神经网络当中啊 它是存在一种全连接的结构 但是啊大家现在来想这么一个问题 全连接的结构啊 有没有什么样的弊端呢 咱们来想这么一个问题啊 有什么样的弊端啊 哎好像是说啊 一个神经元要跟其他所有的神经元相连啊 是不是说哎在这一个神经元上就有很多的权重参数 需要咱们学啊 咱们来看 对应于这么一个神经元 就是最上面这个 这块有一个W11 这块有一个W12 这块连了又连了一个W13 对吧 那么对于二号神经元来说呢 这块W21 W22 W23 对吧 也就是说呢 每一个神经元啊 都有一系列的参数啊 比如说第一个神经元 他有三个小参数 第二个神经元呢 他也有三个小参数 那么第一个神经元 他这组W1的参数 和第二个神经元 这组W2的参数啊 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吧 那么咱们现在假设出啊 举这样一个例子 咱们的输入呢 是一个32乘以32 再乘上一个3的结构 咱们的输出是什么 咱们假设啊 就是一个 我随便举例子啊 咱们输出啊 也是一个32乘以32的吧 也是一个32乘以32的 再是 它是一个10个特征图的 如果说 它是一种全连接的结构 它会什么样呢 咱们来看啊 现在32乘以32 咱们就算一个特征图了 一个特征图来说 32乘以32 它是不是有接近于 我看啊 这个值应该是接近于1000的吧 它大概是有1000个神经元吧 那么这1000个神经元 是不是要跟咱们原始的输入上 每一个点都进行一个相点啊 咱们原始输入有多少个点啊 有32乘上32 再乘上一个 咱们算了 咱们就不考虑这个深度了 考虑这个深度啊 咱们就这个东西啊 就说不完了 原始的输啊 它是不是也是这么样一个大小的 这块应该不应该是用32 应该是用咱们这个 卷积啊 就是说咱们卷积不是一个小区 一个小区域的吗 所以说啊 刚才蒙了啊 就是说咱们其实啊 应该是一个5乘5的吧 在这里呢 它的一个filter是多大 是一个5乘5大小的啊 就是说咱们这一个点啊 在咱们卷积神经网上来说啊 它一个点是连接着这样一个小区域啊 不是说这一个点是连接着 一个所有的区域 就是说这个点 对应着这样一个小区域 这个点呢 是对应着一个2号小区域 那么这个点呢 是对应着它指定的一个小区域 是由每一个小区域和每一个小区域 进行相连的啊 刚才啊 不好意思 说错一点 咱们刚才啊 把这个区域说成32乘32的 其实呢 它是一个跟filter size是一样的 是一个5乘5大小的 那么对于这个卷积网络来说啊 一个地方对应一个大小 另一个地方对应另外一个大小 那么这一个大小啊 它有多少个参数啊 一个大小 它是一个5乘5乘3的吧 然后呢 这个5乘5乘3啊 是咱们一个神经元要连的 咱们现在一共有多少神经元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说啊 大概有一千个神经元啊 那么一千个神经元 跟这等于多少 这等于75吧 一千个神经元 每一个神经元都有75个权重参数 那么这一千个神经元啊 假设说他们是神经网络的结构 他们都是不一样的情况下 怎么办呢 咱们一共有多少个参数啊 75乘上10的三次方吧 这是咱们一个特征图啊 咱们要想得到10个特征图呢 还需要再乘个10吧 等于什么 等于75万的 那这个参数大不大 这个参数就相对来说 有点恐怖了吧 咱们要让咱们的卷积神经网络啊 学习这75万个参数啊 相对来说有些困难吧 无论是从计算来说 也有些困难 也无论是从计算上来说 还是从咱们的一个效率上来说啊 它的问题都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吧 咱们没办法一次去迭代优化 这么多个权重参数吧 现在咱们只是说 咱们的输入啊是一个比较小的情况下 如果说咱们的输入变得更大一些呢 那么这个75万很有可能就上升到一个几百万的层次 那么这个几百万的参数啊 咱们是没办法进行学习的 咱们该怎么办呢 这里啊咱们要说的就是说 卷积神经网络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就是说它会做一个权重的共享 那么权重共享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来看 对应于这样一个特征图上 这是一个一号神经元 这是一个二号神经元 这是三 它们都对应一个小区域吧 咱们这里卷在卷积神经网络里定义了 一二三 这里啊一二三 这三个点 这一二三三个点啊 分别对应着这个W1 还有W2 还有这个W3吧 这个W1它是75个权重参数吧 因为它这个W1 对应这是一个五乘五三 那个小区 五乘五乘三的小区 这个W2呢 它也是对应着一个五乘五乘三的小区吧 W3也是一样的 都对应着这样75个小的权重参数 在卷积网络里啊 咱们让这个所有的点 进行一个参数的共享 也就是说呢 一二三 它们的这个W1和W2和W3 它们是完全一样的 它们都是W2 也就是说呢 在咱们的特征图上 所有的点 都是进行一个权重共享的 都是有这样一个权重共享的特性啊 这一点啊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啊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非常重要的特性 每个特征图上 所有的点都进行一个权重的共享 那么都进行一个权重的共享 咱们只需要多少个参数啊 是不是说 咱们只需要75个参数就OK啦 咱们不用考虑 这有多少个点吧 不用考虑 哎 约等于有1000个点吧 因为这1000个点呢 都是进行了一个参数的共享 所以说呢 一层 咱们一个特征图上 只有这样75个参数 那么10层特征图上呢 只需要750个参数 就能完成这个事吧 那么现在就给大家说了一下 卷积神经网络啊 非常重要一个特性 有这样一个权重共享的一个特性 我们看啊 这里啊 大家不要忘一点 就是说还有一个偏制 还有个B对吧 偏制来说 一个特性图来说 它有一个偏制 那么10个特性图来说呢 它就有10个偏制 所以说最终啊 咱们是有多少个参数啊 咱们只需要760个参数 就可以来玩这个卷积神经网络了 相比于咱们传统的神经网络 这个76万来说呀 不是76万 这个75万来说呀 它是不是小了很多呀 对吧 也就是说 卷积神经网络 它有这样一个全职共享的概念啊 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对吧 对吧